买车时很多人就在纠结到底是买手动挡的车还是买自动挡的车 各有各的考虑吧 自动挡的车开起来省心舒适 但是缺点就是缺乏操控性 费油 手动挡的车开起来操控性十足 但是比较费心费力 但相对来说省油 其实呢如果掌握了一些小技巧 自动挡的车同样也能开出手动挡的油耗 在城市里行车时 往往会遇到很多交通信号灯 这个时候就要分外注意交通信号灯的变化 如果从远处看到信号灯已经由绿灯变成红灯 那就不要加油门向前冲了 可以开始减速 将油门松下来 如果不顾及前方信号灯变化情况 一冲到底肯定会飞油啊 冬季天冷了 当启动车的时候水温温度较低 开起来一般要比其他情况下飞油 如果将车稍微热一会儿并慢速行驶几分钟 等车的水温上来了再加速也会省油 虽然省油不明显 但是重灾鸡类嘛 在高速上行车时 老司机们通常会说 在高速上跑比在市区开车要省油 那是因为在高速上找到了一个省油的经济速度 在这种速度下行车 往往可以将油耗控制在最低 但是速度也不会减慢 这就需要在高速路上行驶时 要认真仔细观察 速度同油耗的关系了 找到一个最佳的经济速度 这样不但跑得快还省油 其实到底省油不省油 还真不是手动挡和自动挡的车型来决定的 关键还在于司机是否掌握了省油的开车技巧